停35線到馬加北葉國小 校園下方路段 蘇迪勒颱風侵襲 將近30公尺寬度土石滑落 消防局顧請吊車 進行樹木整支作業 避免樹枝掉落 砸傷用路人 現場更拉起封鎖線 當地居民希望屏東縣政府 可以全權處理 這條涵蓋了到文化園區的道路 還有到里那裡 我們公部門 相公所行政單位都在這邊 往北葉的路 這個是屬於縣政府的管區 所以希望縣政府能夠 完全來支付這條經費 然後做一個很完整的 很永遠的 不會再讓我們看見它在落實 道路養護單位 縣政府公務處回應 近期申請災修預算經費 經過設計後發包 預計年底前完成 確實是因為颱風所造成的災害 所以我們大概在近期年 會去趕快去做設計 然後去把這個工程做一個發包 製作的方式 做隔框 噴池 湖泊 還有防弱絲網 整個預算通過以後 大概是九月會通過 然後失業的話大概應該就會送發包 平年底 看看能不能把它拼完成這樣 平三十五縣道是通往 馬家鄉行政中心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跟里那裡永久屋的必經道路 人車通行頻繁 當地居民希望縣政府 儘早解決邊坡落石狀況 保障用路人安全 好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歌手 屏東馬家採訪報導